谁呀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你好 周卫红的快递 我就是 妈妈你再签个字 快递 谢谢啊 再见 谁给你寄的呀 陈凤英 卫红 或许你没想到 我会给你尽心来的 首先我想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一是对不起 破坏了你的家庭 二是对不起 我一时冲昏头 拿刀对着你的举动 说实在的 当时我真的对你恨之入骨 我就没明白 为什么在陈大致心里 我跟孩子加起来 都无法超越你 这段时间 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冷静下来 思考这件事 原来从头到尾 都是因为我自己太傻了 傻得以为有了陈大致的孩子 他总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 傻得以为你们离婚以后 陈大致会接受我 傻得想如果杀了你 陈大致是不是就不会再惦记你了 现在换来的都是我应得的 只是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儿子 如果你能和陈大致复婚 我恨求你 能不能好好对待我儿子 我臣凤阴天打雷批 但是千万不要牵连我的孩子 不敢求你原谅 只求你能接受我的儿子 来了 我要烧水呢 你先进来吧 你在干嘛呀就是啊 不是 我等他熬点鸡汤 这以前没弄过 就瞎准备 哎哎等一下 这可不是这样弄的 我来吧我来 行你把这个带上 嗯 那麻烦你了 那我过去吧 好 我来吧 那我来 赶紧吃饭吧 前两天我收到一封信 是陈峰您记得我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终于想通了 希望我们俩能好好照顾冬冬 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冬冬 她应该还不知道 冬冬不会开口讲话了吧 这样吧 改天我抽个时间 带冬冬去见见她妈妈 姐林还需戏林人 也许冬冬看到她妈妈 就愿意开口说话了呢 我知道了 冬冬 快吃 来 威侯 怎么了 没事 吃饭吧 嗯 吃饭 吃饭 吃饭